好 大家好 然後 欸 你有簡報筆嗎 沒有 在這邊 好 究竟可以直接按 好 沒問題 那 那個 這邊想要跟大家報告的是 因為我本身是做研究助理 那研究助理最常做的就是做那個paper 所以就是可能會讀到一些蠻難的東西 那當然來到這邊的話 因為它不是一個 我今天早上還剛參加完中研院的那個資訊法讀書會 那那邊就是一個很絕術的場合 那在這邊的話 主要就是想要呈現給大家 就是從這邊裡面讀到的一些 觀察到的一些線上 還有給企業的歧視這樣子 好 那首先這個 我的分享分成五個部分 盡量把它簡化了 就是分成就是三個路線之爭 然後歐盟法 美國法 中國法 還有給企業的歧視這樣子 好 那我可以先看一下 這個是上週的美國白宮做的一個AI的 就是相關的政策倡議 就是美國白宮把那個大型的科技平台 找到了白宮裡面去 然後讓拜登跟他們對談 這件事情很簡單 就是美國政府找他們喝茶 那找他們喝茶的概念就是 我要曉你們配合我們做一些事情 那 White House他這邊有講到說 like White House will overwork with workseeds allies 就是他會 他要跟其他的海外的夥伴 包含了英國 德國 日本跟那個南韓 但這邊缺乏了兩個人 第一個是歐盟 歐盟才剛通過AI app 但是美國沒有這邊沒有要提到 跟他合作 第二個是中國 中國也說到第一AI法 但是美國也沒有跟他合作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件事情基本上就呈現了 美中 歐三個國家的不同的路線之陣 那所以我要告訴大家 美中歐三個國家的方向跟價值 下一頁 那首先是歐洲 歐洲的價值是什麼 歐洲 那我先講美國好了 美國很簡單 它就是私人優先 資本主義市場 所以傳統上反對政府介入 那企業也擁有數倍於政府的資源 基本上有一些論文在講 美國呢 他們就算有那個DARPA 研究出引擎戰機 研究出World Wide Web的DARPA 高等計劃署 他們擁有的AI的資 在AI上投注的投資 也只是美國各大企業 加起來的六分之一而已 所以企業是擁有美國政府 數倍的AI資源的 那美國政府它後來的方向就是 那我就轉向做標準自訂 那同時另外一個挑戰就是 第一個 美國政府雖然兩黨都支持管制 但是近年來呢 美國的行政機關的行政功能 被大幅限縮 原因是因為美國最高法院 現在的保守還有最高法院 非常不喜歡行政機關 他們認為行政機關就是礙事 而且他們認為說 美國憲法的傳統 是不會讓行政機關做太多事情的 同時美國也會有 州跟聯邦的事務劃分 為什麼美國沒有辦法 用金管會這樣子的一個態度 來管虛擬貨幣的原因 是因為美國的證券單位 是全國性的SEC在管 但是美國的銀行呢 是州法在管的 所以它有周恩聯邦的事務劃分 不利於整體的政策的規劃 中國呢 中國呢 它一直都是國家優先 近期呢 是強調國家安全 發展前提是 無外統治的正當性 那當然 國家資源動員能力很強 那同時它有一個 軍民合體的一個特色 就是它的政府的單位呢 會去補助這些民間企業 但是這些民間企業所開發的東西 會讓軍隊來使用 它是中央集權 立法有效率 但是管制性格非常的強烈 法律跟法院呢 都遭到了工具化跟武器化 那國家安全是在逐漸擴張當中 歐盟呢 你可以看到我把它放在這個地方 代表說 它呢跟美國不太一樣 但是呢 又跟美國相近的一個價值 歐盟它想要走出的是 美國跟中國以外的第三條路 所以呢他們走出來的就是 他們以自由人權為主體 同時呢 要在兼顧產業發展的況下 去兼顧上述的價值 那成員國呢 在特定問題上是有歧義的 但是至少在資料戰略 跟數位科技上來講 是非常團結的 歐盟的特定歧義的 大部分都發展在傳統的經濟 包含說農業啊工業啊等等的部分 但是在資料保護上來講 他們都有一個對外的敵人 就是美國還有中國 所以他們的資料更佈掉 甚至比美國更快 甚至產生了所謂的不如塞爾效益 就是用歐盟本身的法律 去影響到其他國家的法律 這樣的一個效益 下眼 那所以他們 但是他們之中還是有一個共同的交集 共同交集是什麼 是風險 那歐洲的風險是什麼呢 不好意思我講話有點快 因為我內容有點多 那所以大家如果沒有跟上的話 自己回去補課 那歐洲的部分的風險是什麼 它呢風險標準是從個人的保障跟權利 權利保障跟個人自由出發 他認為說AI的風險帶來的是 對於個人自由跟個人權利保障的危害 那這個就會變成定位的風險 美國的風險呢 因為美國是私人優先 所以它的風險就要包含了 權利以外的其他的價格 包含說企業的商譽 包含說整個社群跟社會的經濟發展 那中國的風險很簡單 就是統治正當性 好下一頁 那接下來就要講波蒙法的介紹 進度最快的人工智慧草案 歐盟法呢 它的法律必須要放在一個更大的脈絡之下去考量 它不能夠單一把它視為是一個單一的法律 歐盟在資料治理跟網路治理上 一直很想要走出跟美國跟中國不一樣的道路 因為他們一直後發者 他們像中國的話現在被美國擋住 所以中國發展的速度也特別快 而且是往上一個蠻 當然中國也是人很多然後錢很多 這樣子的方式 那歐盟一直都是落後於美國跟中國 所以他們一直想要走出一個不一樣的道路 那不一樣的道路的結果是什麼 就是歐洲價值的強調 所以不管是GDPR最早通過的 然後再來是歐盟資料戰略是2020年通過的 然後再到數位市場法2022年通過的 DSA數位服務法 就是我們數位中介法所參考的法律 2022年通過的 再到目前的人工智慧法草案 今年2023年正要準備通過 所有的立法規定都會在前面法規的基礎上加以深化 相關的政策工具跟模式也會被引用 所以譬如說像DSA就是以服務 像GDPR就是以服務的對象作為管制課題的劃分 DSA就是以使用者數量來作為 他們不同層級的平台的標準 DSA就有非常嚴格的規範去推翻說 你的平台數量達到幾人以上的時候 會放在不同的規範架構底下 所以他思考跟研究的兩個軸線 第一個是規模 就是以使用者數量為主 第二個是風險 通常是以 第一個是基本權利 再來就是弱勢族群 那這個部分的話我等一下會再細講 下一個 風險分級 這個是歐盟的AI法最大的特色 就是所謂的risk-based approach 那它的風險分級的部分 最高的部分就是所謂的禁止風險 禁止風險就是完全的禁止去使用相關的AI運用 法案列出的典型案例如下 第一個是對人跟特定弱勢族群進行認知操作 例如對於兒童的語音助理 之前有一個案件是Amazon的語音機器人 在一個兒童的在單獨放兒童在家裡面的時候 他那個兒童問他說有什麼遊戲可以玩 Amazon說把那個叉子插進插座裡面 那這件事情大家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吧 就是插進插座裡面基本上就會爆炸 然後會爆炸 會起伏 就有非常一定的危險性 所以對於兒童語音助理這件事情 就是因為兒童屬於特定的弱勢族群之一 所以這件事情是絕對禁止的 第二個是社會評分系統 大家就知道就是中國的社會信用系統 第三個是即時的生物識別技術 這個是歐盟一直在推的 就是人臉辨識必須要禁止於AI使用之外 那當然有些例外 譬如說為了犯罪預防 即時性的非生物識別可以 非即時性的生物識別可以作為核准 但是必須要經過法院 再來高風險必須要經過評估 對安全跟權力有不良影響 這些包含說有列在特定的 歐盟產品規範裡面的特定產品 還有第二個是人類的生化識別 教育與節節訓練 被用於管理跟營運關鍵基礎設施 這邊有人私的 所以招聘與求職相關也是在歐盟風險裡面 執法移民的決定 法律解釋 還有對重要的公部門跟私部門服務取得 跟利用相關者 沒關係 先不用擔心 我們等一下會有個小測驗 來往下走 低風險低度風險 有使用守則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它不會特別管制你 但是你要準備好這個使用守則 那它的風險分析特色是什麼 第一個負面表列 它雖然有挑戰 但是它原則上是鼓勵產業發展 它並沒有說你只能做什麼事情 它是說告訴你什麼事情不能做而已 第二個權力為基礎 搭配正當目的跟特殊族群 對於兒童身心障礙者與弱勢族群 它可能會要求更多的保障 或更嚴格的評估 它同時也延續了歐盟GDPR對於資料的分類 認為如果你要利用敏感性的個人資料 譬如說生物辨識就是一個敏感性的個人資料 那就要由於有更多的規範 接下來就小測驗 這幾個哪一些是高風險 哪一些是低風險 哪一些是中度風險 我們先從第一個開始 企業在招聘過程當中使用的履歷篩選跟評分系統 認為是禁止風險的拘售 認為是高度風險的拘售 認為是低度風險的拘售 再來演算法跟人工智慧為基礎的諮商APP 這個在美國已經有了 而且已經過SDA了 高度風險的拘售 就是禁止風險的拘售 高度風險的拘售 低度風險的拘售 垃圾信件跟來電的判斷阻擋軟體 高度風險的 禁止風險的拘售 高度的拘售 低度的拘售 銀行的資料雲端系統 禁止的拘售 高度的拘售 低度的拘售 結合寶寶攝影機的照顧用軟體 禁止的拘售 高度的拘售 低度的拘售 保險的試算演算法 禁止的拘售 高度的拘售 低度的拘售 英國警方最近部署在機場的人工人點識別系統 禁止的拘售 高度的拘售 低度的拘售 管理電力負載跟分配的程式 禁止的拘售 高度的拘售 低度的拘售 Trends的內容推播系統 就是最新的那個app 好像很快就過氣了 禁止的拘售 高度的拘售 低度的拘售 Trends GP4 禁止的拘售 高度的拘售 低度的拘售 好 往下一頁 答案 高度的話是 直商app 這個是高度的 因為它會涉及到認知的部分 而且因為它是心理障礙者 心理疾病者算是弱勢族群 然後寶寶攝影機的照顧用軟體 這個因為寶寶嘛 所以它同時又是即時性的生物識別 再來英國警方部署在機場的人點識別系統 這件事情它合法性有些爭議 但是如果你從即時性的生物辨識來說的話 它其實是一個 它的機場人點識別系統 不是指入境的那個 它指的是什麼 它指的是去監控機場裡面有沒有恐怖分子的 所以它是像監視器一樣 然後它又spotting you 然後去 如果你它是恐怖分子的話 那你就會被spot出來 然後警察就會直接來抓你 好 那當然其他的話 像是銀行的雲端資料管理系統 因為它跟重要的金融設施 這叫關鍵基礎設施相關 保險的試算演算法它也算是高度的 因為它會跟個人福利相關 然後管理電力跟負財 它跟基礎設施相關 所以它會是高度的 那招聘過程當中 這個當然也是人力資源的一部分 那其他的話就是低度系統 好 我們結束了歐盟的部分 我們再來看美國法 美國法剛剛講到了 美國法不定法律 他們改定標準 所以美國法的標準就是所謂的AIRNF 配我一下 AIRNF就是一個美國商務部 底下的國家標準系技術研究院 在2022年制定了一個AIRNF Risk Management Framework 事實上第一份通用型的人工智慧管理架構 風險管理架構 目標在於建立負責任的人工智慧 而負責任人工智慧應該符合下列三點 第一個 人類為中心 第二個 社會責任 第三個 可持續性 所以它的概念就是 我要希望讓人工智慧設計發展跟應用 來符合我們的權力發展的目標跟價值 第二個是我們要 那它的這個概念如果要達成的話 我們就要建立一個負責任的人工智慧 第三個就是 我們要做好人工智慧的風險控管 下列 接下來 這個就是AIRNF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我自己會覺得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原因是因為它是從生態系的角度來看 它從前 它不只是剛剛講到的應用端 它講到的是整個 不管是從你最先的 想要建立一個AI模型的發想 再到建立AI模型的時候 所要收集的資料 再到AI模型的本身 這個網路上可以找到的圖 你們去搜尋AIRNF就可以找到了 對 然後再來是模型本身的應用 然後輸出的相關的結果 以及它的應用等等的東西 都會有利而入他們AIRNF的考量 下一頁 所以它的理想的人工智慧 具備的特性包含這幾個 這邊是比較細的部分 大家可以先拍起來 我不會特別講 因為這個東西太細了 那首先就是效度跟性度 安全性 保全性跟韌性 可規則性跟透明性 可解釋性與可詮釋性 隱私保障跟公平性 有害的偏見受到控制 這個是AIRNF的關注的部分 那我現在這個東西很複雜 而且也是法律上學術的東西 所以我們跳過 下一頁 它最後提出來就是一個風險管理的框架 風險管理框架包含什麼呢 第一個部分是治理 治理的部分就是 你要先定出你的大目標是什麼 你想要防治什麼樣的問題 第二個部分就是所謂的MAP 你要依據你的大目標 去訂定一些具體的小目標 像是PM要切工作一樣的感覺 再來第三個是Measure Measure是什麼 Measure就是你要自訂 針對特定的目標 具體的目標去制定你的行動措施 再來第四個Manage 你既然已經做好了行動措施 跟Action List的話 那你就要負責把這個Action List 執行的到位 這個就是AIRNF 制定的風險管理的框架 下一頁 四大要素 這個部分我剛剛已經講完了 下一頁 接下來它的特色 第一個非常之力 它不是一個正式的法規 但是未來的徵送跟法規 可能會以該風險框架的基礎 作為所謂的最佳實踐 best practice 的標準 什麼叫最佳實踐呢 最佳實踐在法律上 它是一個法律上的用詞 但是你基本上可以把它想成是 如果你今天在路上過失 傷害到一個人 譬如說你不小心打到一個人 你要怎麼樣證明你是過失的 那這個證明過失的過程 就會很複雜很麻煩 這個很多段是法律上的討論 但是如果未來的話 可能會變成是 你滿足了這個最佳實踐的標準 你有一個建立這樣子的一個機制 那你就有可能會符合 就是免責的一個要件 它的泛用性 它呢引入了出國的ISO的國際標準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國際標準不一致的問題 它不限工部門 不限規模均可以應用 而且它是從生命週期來出發 具有極高的泛用性 第三個是組織文化的建立 它對於風險管理的內容 相當重視所謂的組織文化的建立 所有的行動的手段 均是為了確保 強調風險的組織文化的建立 這個是對於企業決策者來說的重要氣勢 要建立一個好的組織文化 下一頁 未來發展 美國總統轄下的人工智慧諮委員會 NAIC 那今年提出的報告當中 有特別讚揚這個風險管理架構 並且敦促美國聯邦政府 提供相關的資源 讓它可以持續深化 所以你看到未來政策方向 確實是往NIST的 這個風險管理架構來走的 那同時NAIC 它其實並沒有提到 特別提到專門立法的可能性 考量到泛用性跟權限從頭的部分 這個剛剛提到了 但是它強調應該要投注資源去設立 新的政府機關來確保 再來FTC正在針對OpenAI 是否有針對消費者權利進行調查 這個是美國已經正在進行的事情 也因此可以看出既有的法律規範 譬如說隱私權消費者保護跟競爭法 也就是反壟斷 大家在做併購 如果待有做過併購的話 就會知道要送公平會審查 那這個東西可能會變成是美國 外來用來管制AI使用的法律工具 當然OFAC這個反外國投資 還有反外國的資源的這個要有工具 它也不會缺席 下一頁 接下來是中國 我們剩下兩分三分鐘的時間 就講中國 那第一個 中國的網信班先動起來了 國務院正在跑 下一頁 法治現狀 目前中國尚未有一套人工智慧基本法 它只是有排進國務院的立法進程當中 所以不要想說有看到網上的謠言說 人工智慧基本法在中國已經推了 還沒推還在寫 那網信辦對於平台推薦系統 跟深層式人工智慧的規範 是有提出行政規範的 但是它的整體目的仍然是國家安全 還有習近平的統治正當性為系 那它的立法難題是什麼呢 它的立法難題是第一個 你要如何去制定一個基本法 人工智慧並不是一個產品 它是一個有生命週期的技術 你要怎麼樣去界定它的責任 第二個是你要如何再去限制下 跟國家競爭 你看下一頁 因為下一頁有一個 就是你看下一頁的話 這邊講到大方向 中國法治的部分 人工國法律基本上是規範人民的 它不是規範國家的 也就是說國家不會受到管制 中國政府的個資法是很嚴格的 但這個個資法很嚴格的意義 帶於說民間企業要取得個資 非常非常的麻煩 但是政府不好說 那國家跟行政部門 基本上不受法律規範 行政訴訟體系已經遭到侵蝕 所以基本上來講 你在中國想要告政府 是不可能告得贏的 在台灣可能還有一些機會 但是在中國是不可能告得贏的 第二個 注意個人資料跟國家安全 目前中國最常拿來懲罰企業的手段 就是個人資料跟國家安全 馬雲的阿里巴巴 然後諸多中國的大企業 都栽在這件事情手上 人工智慧的議題 也會跟這三個東西相關 但是個人資料的利用 它並不是確保隱私權 它是確保國家 可以把資料牢牢的掌握在手裡面 好 下一頁 企業的啟示跟行動方案 最後一分鐘來幫大家整理 今天可以帶回去的東西 如果前面都沒有在專信的話 聽這一分鐘就好 下一頁 對 最後一個 留意人工智慧本身應用跟風險 還有風險控管的措施 歐美中3D的法規均跟風險有關 在歐洲你要留意自身的服務 被歐盟認定的風險等級 就像我們剛剛做的測驗一樣 美國的話則是要留意風險管理的框架 在中國則是要留意 與國家安全相關的風險 這個台灣人是專家 我之前在看一篇文章的時候 他講到說 就是中國的那個國安測驗 台灣人基本上可以全對 因為我們引進論在那個文化 辱華的文化裡面了 那下一個 既有議題仍然具有重要性 個人資料以及隱私 競爭法跟消費者保護法 將是人工智慧管制時運用的重要工具 而且資料的種類跟利用方式 也會影響風險的層級 到最後 開發跟導入的時候 盡早導入一個 建立風險導向的組織文化 讓真正具有決定權的人 去理解相關的議題跟風險 從此TVV這個相關的測試跟評估的 對於人工智慧的測試跟評估 也會是一個未來的市場 因為它會變得越來越重要 謝謝大家